今天是2023年3月12日星期日 视频的开头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海外音乐榜的情况 前面在上一个视频中谈到 周深和毛不一和尚的歌曲《家乡人》 拿下了马来西亚买二十大咖音乐榜的周榜第二 同时周深的歌曲《人世》还在马来西亚购宣二十音乐榜中拿下了周榜冠军 今天周深的歌曲《焰火》则是拿下了马来西亚新星期日 新星音乐龙虎榜的最新一期周榜冠军 这真是不容易 多期周榜第二之后如今终于登顶榜首 另外还是马来西亚音乐榜 周深和毛不一和尚的歌曲《家乡人》作为推荐曲登上了最新一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 喜欢这首歌曲的小伙伴不要忘记继续助力歌曲 说到海外小编再多说一句 前几天周深参与演算了杭州亚运会的主题推广曲《从现在到未来》 这首歌曲不仅在内地被广泛报道 在海外也有推广 我们都知道这首《从现在到未来》是由歌手维维领衔 一共有101位参演人员共同演唱的 歌手维维曾经演唱过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宣传曲《亚洲雄风》 本届亚运会再次领唱也是一大亮点 同时小编觉得本次周深能够加盟同样也是一大亮点 因为这首歌曲的文章刊登到了英文版的杭州官方网站 以及官媒《中国日报》的英文版上 这两篇文章的一个共同点就是 101位歌手中都提到了领衔的维维和周深 但是如果看中文版的宣传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周深在海外还是有很不错的受众群体的 不知道大家是如何开赛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尽量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